为什么你感觉外面的饮料好喝 另外纸纸沫作为合法的食品配料 它对身体健康到底有没有害处 看下面的视频 你会有自己心中的答案 纸薯地瓜蒸熟 用筷子一扎就透 它就熟了 蒸好的纸薯去皮 下入料理机内 加入牛奶 猛加白糖 989油 真好 这挺浓稠 这要厂家这么干 我得陪拉洗了 倒不出来了 再加点牛奶吧 尝尝口味怎么样 挺好喝的 但是感觉差点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做淤泥奶茶 确实挺好喝的 推荐大家的这种做法 但是厂家呢 他可不能这么做呀 厂家要这么实惠的话 地瓜先都这么回来呀 哥们 这是我喝的第二杯了 看一个大地瓜做了这些 够三个人喝的了 哎呀飞哥 那这纸薯啥这么深 里面是会有科技和狠活啊 你这个是属于科技和农业啊 不在我们这视频探讨范围之内了 然后我们还原一下 纸纸墨的主要构成和它的作用 纸纸墨主要以葡萄糖浆为主 氢化植物油为辅 当然我这个不是氢化植物油啊 我家里没有的玩意儿 我用玉米油替代一个意思 然后就是海克斯科技卤化剂 这小细面不是一般茶的 当然纸纸墨还有一些抗结剂 稳定剂实用香精 我在这里就不放了啊 主要是这撒料老猛了 再来一勺科技紫薯粉 紫薯香精油 来上一小滴啊 千万别整多了 哥们 整多必然倒墨的了 这玩意儿都在整吸管啊 可别拿手道 飞哥那手是得色 这一道下去可妥了 这一较低 哎呀妈 小味赶上来了 就差这个感觉呀 再来一小勺海克斯科技 牛奶香精粉 哎呀妈 这味拉眼睛辣 加入开水 小霸牛油 哎呀妈呀 倒墨的辣 哎呦 这味可真冲啊 哥们 这纯纯是煮完炼精科技啊 哎呦 这这 我就跟口腔里转一圈啊 我就不往下咽了 那有好的 谁喝赖的呀 差点就是这滑溜的口感 和浓郁的香气呀 说到底这个纸纸沫 就是把油和糖浆混合在一起了 你说健不健康呢 哥们 这个是昨天做的榴莲奶茶 一直没省得到啊 我尝了一小点 这确实好喝 忍不住了 哥们 确实香啊 确实香啊 哥们 我一个老爷们都忍不了 你说小孩怎么弄啊 当时 我是控制 控制 再控制 谁说对不起 我没控制 控制住了 不要了 到了吧 还有个朋友认为 我说科技与狠活 就代表着假冒伪劣商品 我想你是过分联想了 我想表达的 前面的视频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我不是一个美食主播 也不是一个科普主播 你非可是舆论主播呀 我认识主播 我认识主播